大家好!歡迎收聽網響快步! 今天錄節目日子是2019年11月21日 這裡有我在紐西蘭的宜德台洋,台灣許留山 許留山就走開了,不要緊的! 還有在加拿大的家餐生 大家好! 節目開始之前,剛聽就給個like 最好是分享我的朋友,最重要是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按一下旁邊的小鈴鐺,通知你 繼續壯大中立模式力量和宣揚理性的聲音 這一節我們繼續討論鄭文傑的事件 剛才有網友聽過我們整個重組案情的分析 應該都是一清二楚的,對於鄭文傑的所作所為 但是呢,很多人都是聰明不及 例如這個老肖啦 甚至乎整個英國政府炒惡金 給鄭文傑玩到炒車炒到,很誇張 現在無緣無故給民家工作簽證他啦,等等 他現在說想搞這個難民庇護嘛 原來搞這麼多東西,就是想由BNO 由這個BNO成為真BC 又想變成BC,所以才說這麼多東西 不過不要忘記他開頭是說過的嘛 我是被人迫簽的,我不是迫簽啊 我是迫著簽的那張東西,我所有東西都是被人迫的 所以我是無辜的,他已經打底了 打底? 你留意一下,他打底了,說被人毒打,唱國歌那些 要看手機的那些,所以他是打底的 即是說如果有什麼,他播放的那些東西是假的 我那兩個小時在裡面是做這個文件調查的 我佔了他兩個小時,我和你玩暴動 和小姐說 這次民主黨之前是否有個肥佬的 被人抓到去上尖沙咀的香檳 building那裡 被記者追著他 跟著他追到去之後就說 其實我是去教他們怎樣保護自己的 人家問你進去做什麼呀? 你按鐘仔進去做什麼? 教他們怎樣用不同的動作和姿勢 可以保護自己 智慧信 巴西遊術? 還是東莞秘法? 他這次真是搞到這麼大的風波 看來都是,我相信他下場都很麻煩 我是奇怪於為什麼沒有人會想到他是真的 而力挺他 我只是說他真的去做不道德的交易 去力挺他這件事我是很奇怪的 而所有網台界 有幾個大網台都在說 哎呀,大陸壞呀,屈他呀,屈他呀 大家想想什麼何偉祖 以前很流行屈人的,怎樣怎樣這樣說 那但是現在到處都有CCTV嘛 要屈你說這麼容易 就是你以前屈人就容易而已 現在全世界都有CCTV 你怎麼走呀? 連這位老超都大賴聲聲說 他說中國屈人是肯定是的 他還沒說是 他還沒說是 他都感受到有些事情不妥 所以他只是複述他所有事情而已 但是不敢說多一句半句 但是以他,他是很懂得走位的 以他的什麼 你這樣複述他一句半句 也就是有一點認同他 是沒有詳細說這個一面之詞來的 大家要想一下他都不說 是把他全盤的東西全部說出來 你們自己想呢? 哦,他都是沒有說死的 但是有另一個台好像說是說死的 是啊,是啊,有什麼道的 哇 很奇異啊,那個是吧 是啊,說得多厲害啊 說得他真是說 哇,讓他原本在一個房間那裡 突然的他進去房間過境的時候 就說他是沒有做過 然後就冤枉我 全部都是冤枉我的 這個引用那個 這個 所有人 都是決定中國政府一定錯 第一印象法 都是那句 是現在這幫 我想說一下 現在這幫人 所謂心黃的黃絲 那些全部是不講道理 全部是沒有經過腦想的 他們的腦是知道 有什麼辦法可以冤枉你 這個是最重要的 他是透過這宗案 就冤枉下去了 想中國呢 你就會有這樣的風險的了 就是無端端被國安抓了你 然後拷問你,嘔打你 之後還要你拍一些不同的視頻 那繼續 就是要支持這個反送中 所謂的反送中條例 他們就是這樣拼下去 隨便找些什麼都好 總之可以拼下去就拼下去 嘔打你又拼 基本上已經完全不講道理了 其實這幫人 想事情的模式就是第一件事 一定是你錯 先拼了 一定是你錯 總之是你不對 喂,你沒想過嗎? 這個世界上是有真正的是非曲直的 每件事你不可以亂拼的 不是啦 剛才那個視頻我們都分析過了 他認罪態度 我認為他是非常良好 也都很合作 而且他的表面也沒有任何傷痕 所以我看不到他有被毆打過的跡象 再加上對盆敏的時候 那位公安sir都態度非常好 是啊 是啊 其實都不明白這什麼問題 這麼小的事情 其實 他說他是被迫錄的 你留意一下他最厲害 他最毒的招呼就是 我所有事情都是被迫錄的 我所有事情都是被迫錄的 我所有事情都是被迫做的 他們是屈我 如何如何 他說他還有很多港人在上面被人捉 當然有很多港人在上面被人捉 因為你們每天有很多香港人在上面 是進行這個交易的 這些交易 這些交易的 只不過有沒有必要公開來的 你現在弄到 弄到公安都要 強行都要拿個視頻出來 你不就 弄壞自己的臉 弄壞自己的臉 這個鄭文杰 都是弄到一窩足 基本上他們這種人做事的方式 是好像 令我想起那個叫什麼名字 大紀元 不要說大紀元 很多人是這樣做 目的就是想搞移民 這個人都不外乎想搞移民 他剛剛被英國領事館炒了 為什麼你會被人炒了一份工 如果你真的為了工作上去 為什麼你會被人炒了一份工 為什麼會呢 為什麼會呢 英國領事館是不是應該知道實情呢 是啦 英國領事館是知道實情 而這個人 他是想著利用傳媒等等 去拿著數 因為如果不是沒有理由的嘛 我上去 這樣被人炒了 什麼外交風暴被人炒了魷魚 是不合理的 我覺得這件事是 是 他自己被人炒魷魚 被英國領事館炒魷魚 還這麼大膽啊 去英國 尋求政治庇護 不只想BBC搞到這件事這麼大 但是 照道理他沒有可能成功的 你這樣的政治庇護 沒有可能的 因為叫雞而被捕 他被人行政拘留了15天 因為這樣 因為這樣 人家就會被護理 政治被護理 我在想 是不是另一招反間計 他是不是想大罪立功 他是想刻意令到BBC炒车 為中國可以添一些光彩 可以嗎 大罪立功 可以嗎 他的犧牲都挺大的 這個陰謀論很大 這個純粹說笑 這次這件事令到BBC炒獲金 我真的有點佩服他的 這方面 很棒 現在這樣搞了 他好像已經拿到工作簽證在上面 不知道做什麼工 我不知道 但是 我想他之後的前途都是差不多的 看看他還說不說 他還說應該多個視頻出來的 再說 再說 就扔一些 其實我是有點期待 看他下一張視頻 會怎樣 成為感動中國13億人的一瞬間 那段最出名的段子 他真厲害 全中國人都認識 現在搞到 《人民日報》也有他的名字 連英國廣播電台BBC的傳媒 也有他的名字 嘩 真是 玩完了 江中耀 因為叫雞 因為進行這個交易 而獲得 那都算是一個江中耀組的事 近十年都好像沒聽過 不知道他的女朋友 是不是對他更加好一點呢 是嗎 是不是我的招式 是不是我不夠好呢 那當然不是 他是基督徒來的 我不會說謊 大家留意一下 正如我們 大家上一集 那集我沒有份做 在分析區那裡已經說過 你一個貌似忠厚的人 通常都是 好微好貌生沙塞的 是想不到的 這些就是人性 即是基督徒並不代表善良 你爭取民主 並不代表你是正義 是一樣的 一樣是會做一些卑鄙的行為 壓抑抑得很重要 阿Simon 這個 絕對 即是 壓抑到大家難以想像的地步 他還要去每個禮拜一次 每次砌兩個小時 那人就給他兩個小時 他嘛 那個會所很講 這個職業道德 明馬實家鐵駕不義 真的 鐵駕不義 他可能在裡面 即是可能 可能到最後 發覺 原來我們猜錯了 他在他的房間那裡 大家赤身奴體 讀著聖經都還沒頂的 哈哈哈哈 我先戴一下頭盔 哈哈哈哈 行不行啊 真是 最好 如果可以 連裡面 在房間裡面的視頻 都可以 有辦法公開到的話 你就真是 麻煩了 水勢都不清了 現在已經水勢都不清了 他以為這樣 即是 這批人 說回來 這批人 即是 是近十幾年的套路 都是這樣 說得難聽些 就是 總之 現在很多人 是利用了 對中國的黑板印象 去進行抹黑 總之就是你不對 你做什麼你都不對 你中國政府做什麼 都是錯的 是你不對 這件事 去將是非曲直扭轉 其實是中國威脅論等等 現在所有事情是一模一樣的 如果留意一下 即是這一套邏輯 這個玩法 但其實他們沒有想過 社會是改變了 和進步了 現在 結果 經常被這些混蛋有機可乘 也有可能 即是 由六四之後 到大紀元 大紀元事件 到現在佔中 全部都是帶有偏見 而不是有一個公正的看法 對很多事情 其實對於這個社會是不好的 即是等於 我們這些移民去到外面 所有人 即是大城市都好些 在其他地方 有些人是 仍然說有種族歧視等等 就是來自於偏見 而很多人利用這種偏見 找飯吃 這就是文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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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例 還可以利用西人對中國人的偏見 從中炒作 從中炒作 甘願做西人的旗子 現在這次是成功的線 那些西人一獲 其實都不知道 不知道是讚他還是什麼 我覺得是有點悲哀 都是那句 啊 找食 但結果會怎樣呢 這鍋炒成這樣 究竟他會不會揭而不捨插 做下去呢 我反而是有點期待的 反而想看看BBC會怎樣鬥 BBC會怎樣鬥 我當不知道 我相信他會這樣 應該會不會再找Simon 再去拍多一條片呢 因為他跟BBC拍多一條片 他拍到很滑 很有感染力的 是 再找他 我相信他原本打一個算盤 就是 你英國政府炒我 找一些議員 他以為可以 用這一招騙到人 目的就是讓他政治庇護 看看可能可以移居外國 誰知道這鍋會炒成這樣 我相信 他是低估了現在這個世界 是一個不學無術的人 我正確地說 當然是傻人 嗯 是啊 那好吧 這一節我們就分析到這裡為止 我們下次再見 東西 報告 föob 空袞 拜拜